李政 敬禮 請坐下 大家早安 早上八點 起來上課 不知道大家還有沒有想睡覺 還好 我們就簡單的介紹我們今天的題目 是什麼美國的基本精神 這個話題 東西南北都可以談 從一般 大人處事 或是 所謂國家的規定 或是種種都可以談 OK 我就剛跟林博士在講 我說網路上 我看到一些英文網站 他說 OK 如果真的是台灣是美國的管轄 那你要怎麼處理 你要怎麼處理台灣問題 這個又是 回到 美國基本精神來說 美國要怎麼處理 當然 應該按照 這個國際法的規定來處理 所以按照國際法的規定來處理 這個 就像我們這樣 組織一個平民政府 協助台灣人組織一個平民政府 昨天晚上 林博士也提到 也不叫做 台灣臨時政府 也不叫做台灣共和政府 或是其他的名稱 他的名稱是固定的 平民政府或是民政府 這個在所有的戰爭地方 特別是我們從美國很短 200不到300年的歷史中 我們就可以看到 戰爭以後 這個 征服地 都要組織一個平民政府 因為他從 軍政府 要轉回 民政府的管轄 都是有這樣的一個步驟 所以台灣也是一樣 台灣 早年就應該組織民政府 但是 問題是 卡在 那個 中華民國有 在這裡 所以他 就等於 霸佔那個位子 沒有辦法讓台灣人 起來組織 他該組織的這個政府 因為古巴跟 台灣 也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古巴被美國政府以後 美國佔領古巴 美國佔領古巴 是那個梅西戰爭 所以1898年 1898年 以前 一百 一百 一十多年 一百十幾年 以前 然後 1898年 7月17 吧 美國政府 古巴 把美國國企上去 因為佔領地 嘛 然後呢 一直到 年底 前和平 條約 然後第二年的 4月11號 199年 4月11號生效 那西班牙放棄古巴 結果 過戶給誰 沒有過戶給誰 沒有說給誰 所以跟台灣的情形非常類似 所以 古巴人民要做什麼 要組織 自己的平民政府 恩 伊拉克還不是一樣 伊拉克被美國 打敗 政府以後 那他們就開始組織平民政府 那 爭取 美國的承認 對不對 那以後 美國就把那個 大部分那個政權 就 移交 給當地的平民政府 那很奇怪的是什麼 那個中東的人 他非常不了解 佔領法 為什麼說 不了解佔領法 因為那個中東的 那些人 他如果知道 他想 美軍 趕快離開 我們這個地方 那實際上 如果你坐下來討論 美國要怎麼離開你這個地方 先決條件是什麼 很簡單嘛 和平啊 所以你每天放炸彈 你每天 用槍去殺人 你這樣搞 美軍 你越這樣搞 美軍越不走啊 那你如果就是 停下來啊 那全部和平啊 美軍就說 喔 好了 這邊好了 就走了 所以他們 其實對美國人在那裡說 做的事情 也不了解 OK 所以回到 回到台灣 美國處理古巴 美國處理台灣 那個基本精神在哪裡 基本精神就是在 按照那個國際法的規定啊 按照慣例啊 就是這樣一個流程 這樣一個流程 來處理 一個被 征服 的地方 這個都是 問題就是回到政府 那台灣報紙上 尤其是我們 像我們社區有訂幾個報紙 我們都可以 隨便翻 所以 常常翻了一個 自由時報 自由時報 他的 社論 跟我們的 論述 慢慢的在拉近 但是他有一個地方 比較 他沒有搞清楚 他就說 這個 和平條約 把台灣放棄 沒有指定說說過 那就 台灣已經獨立 這個是錯誤的 這個是完全錯誤的 國際的慣例 不是這個樣子 就 古巴就是一個例子嘛 那個 和平條約 沒有指定給誰 古巴獨立了嗎 No 古巴還在佔領中啊 所以他們這個 完全不懂 然後呢 他的說 自由時報說 台灣就屬於台灣人民 但是 這個 所謂一個地方的領土 不是屬於人民 是屬於政府 這個又是國際慣例嘛 沒有一個地方的領土 是屬於人民的 領土是屬於那個政府 所以 自由時報的社論就是插在 沒有 他漏掉那一段 台灣人要先組織自己的政府 那是不是就是我們在做 組織一個 平民政府 一個民政府 這個就是步驟在這裡 那就是國際 就是完全按照這個 這個精神 國際管理嘛 所以 我們 暫時的 短暫的目標是什麼 台灣 要自治 自治是走上 我們 未來 很多人喜歡走上獨立 那獨立的一條路 就是先要自治 因為 佔領地 你還是在佔領中 那我們在自治 Self Government 這個過程中 那我們就可以把這個 國防外交 就外包給美國去處理 這樣比較 比較舒服 因為你看 很多 世界上其他的佔領地 或是曾經是那個佔領地 你看那個歷史 也沒有 也沒有說在旁邊 有另外一個國家 就是好像蠢蠢欲動 希望把它吃掉 如果是這種情形 那其實 你走上獨立 會受到各方面的威脅 對不對 就像菲律賓 菲律賓 你看它東南亞的那個位置 那 沒有看到大國 要把它吞掉 但是很多小團體 很想把菲律賓吞掉 都是那些恐怖分子 他就是要把菲律賓吃掉 所以他很多島嶼 他就去 站住一個島嶼 然後就在那裡稱王 連菲律賓的軍隊來 他就把他打回去 所以 菲律賓很多他自己的島嶼 也沒辦法控制 那更何況 他的經濟也打不起來 所以 我們會覺得 菲律賓那個時候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 他爭取要獨立 這樣爭取嗎 以今天眼光來看 這個 有待上去 是不是為菲律賓人 謀求 最大的福利 我想 這個都有很大的疑問 OK 所以 你在那個體系 譬如說 菲律賓裡面 他在那個體系 回到美國基本精神 他要跟美國有什麼樣的關係 其實這個都可以 這個都可以談判 你一定要 你一定要宣布獨立才能做到很多你想做的嗎 不一定 對不對 不一定 你在這個自治的過程中 你要滿足自己的各種欲望 那你有什麼你要做的 你 你講一講 對不對 現在台灣最大的問題 是這個 這個 譬如說藍綠 他們對立嘛 所以台灣目前這種情形 我們就 我們就 談到 一些 原住民的問題 有的原住民 有的他住的地方 可能是危險處域 對不對 那邊可能 會有 會有土石流 還是會有水災 會有這些事情發生 那 如果是美軍 進來 他不會 他不會偏藍 也不會偏綠 但是他會告訴你 他的規定 最近50年 淹水淹到哪裡 再上去50公尺 你只能住在這裡 所以你這個要千村 那 不知道大家 聽得怎麼樣 但是他 他管理 50個州 5個海外領土 他就這樣管理 而且我告訴你 美國用在管理 那個緊急災難 50個州 炸現有的 5個海外領土 他是花的錢 沒有台灣 一年的多 沒有 為什麼 答案就在這裡 他要求 按照 慣例 按照 地理 按照 所有專家的分析 你要住 你要住在安全的地方 你不能住在危險的地方 到後來 被衝走的話 那你變成誰的責任 這個問題很難釐清 所以 這個又是回到 美國的基本精神 我記得 很多年前 我記得很多年前 我聽過一個故事 是 幾個台灣人去瑞士 去瑞士 然後他們喜歡玩一玩 他就爬爬山 就看哪裡好爬 就爬爬山 後來有一個人 有點摔下來 到一個比較危險的地方 他們不好救 他們也沒帶什麼 想什麼 他就跑回去 跑跑跑 跑跑跑 他跑回去到那個 到有一個 一個山莊 那邊有一些 搜救人員 那個 他就說 我們朋友發生意外啊 趕快來救啊 那個搜救人員就說 喔好過來 他在一個大桌子上 他就打開一個地圖 他說那大概 你是走哪一條 你走到哪裡 他就逼逼逼 喔逼到 喔這裡這裡 喔這裡 他摔在這裡 他們就說 對不起 那個地方我們不去 他說你 你有沒有看到 前面有個紅牌子 敲過這條線 你自己負責 受救人員 不敲過這條線 因為 接下來就是非常危險 對不對 那 紫月登山的才去嘛 所以 他們 回來以後 就在台灣的報紙上 發表就說 這個瑞士人 對台灣人是多麼的惡劣 然後他們是 完全沒有人情 可以說是 這些人比較接近野獸 不是人 他沒有那種同情心嘛 你講這些話 是 是表示你來這個國家 是沒有一個 基本的法治精神 別的國家都有一個法治精神 A就是A B就是B 你做這個事情 後果你自己要負責 而不是跑去叫政府負責 別的國家很多 把這個界線 划得很清楚 我想 我想 美國也是 這個法治的基本精神 有一些事情 那個 理賠責任 都是寫得很清楚 就像我們在台灣 看到 然後 人家在街道上 什麼逆向行使 或什麼 這個亞洲 亞洲的傳統想法 是 車禍 大的 不對 就是同情弱子嘛 所以 如果大卡車 裝到摩托車 就認為大卡車錯了 如果是摩托車 你想行使 不列入考慮 但是美國不會這樣判斷 是寫違法 你違法你放棄你的權利嗎 你沒有 你沒有可主張什麼轉利 啊 這樣子 思考模式 是跟這裡不一樣 你要了解 進入一個美國體系 它是為公平 它是為 爭議 它是為 它是為什麼是合理啊 這個 有一些地方 是 是有一些地方是不一樣的 對不對 所以 後續到時候 我們要張貼很多 很多什麼東西 很多 很多公告 很多什麼東西 然後告訴大家說 不要逆向行使 然後告訴公路 可不可以開摩托車 例如說 多少CC以上 告訴公路才能開摩托車 其他的不可以開 對不對 這樣的規定 你要寫得很清楚 而且要能夠 要能夠徹底執行 那這樣才 這個才符合 一個法治精神 那美國基本上就是走那個 法治精神 所以 你看連我 我 我小時候 我們常常 就有這個問題 我 不是 是我 不是我小時候 是我兒子小時候 我 我現在結婚 大概22年 我兒子 21歲 啊他小時候 就習慣 打那個電動 啊我們覺得 用太多時間 所以我太太說怎麼辦 我說 那我們家裡 應該立一個 電動管理法 我第一個想法就是這個 電動管理法 哇 發覺這個很麻煩耶 啊寫出來 差不多每個禮拜要修正 對不對 你講很清楚 ok 呃 一天一個小時好了 你講很簡單 一天一個小時 啊 結果回來 喔 兒子 你在家 喔爸爸你好 然後他過來看電視 開始打什麼電動 一個小時過後 還在打 啊 我就 就輕輕喉嚨 蛤咳咳 Excuse me one hour one hours up 一個小時過了嗎 喔喔我知道我知道 但是你不說 禮拜六我們要去公園玩嗎 我先把禮拜六的也一起打嗎 對不對 那這樣可不可以 看我的電動管理法也沒寫啊 不清楚欸 又要修正對不對 好這條寫進去 全家開家庭會議 又把它通過 三讀通過 又 第二個禮拜回來 兒子開始打電動 一個小時過了還在打 我說欸對不起 我們這個禮拜也沒有要去哪裡 所以你一個小時已經過了 他說 我這個地方是非常刺激 這個地方非常好玩 所以我先預知 下個禮拜的 下個禮拜三的我先預知嘛 我先用嘛 這個又是一個很奇怪的一種 可以見什麼可以 可不可以 他說就像你給小孩子領用錢嘛 如果我多需要一些錢 那我就先領 下個月跟下下個月的嘛 對不對 這是種種問題 後來有一次 我們去問他老師啊 他那個時候老師姓 包嘛 包老師 我們很喜歡那個包老師 問題是我兒子不喜歡 他這個很頭痛欸 我們去問那個包老師 每次跟他結束 就覺得很好 而且他在給我們 因為我們兒子本來讀 呃在那個三年級的時候 本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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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年級他讀那個體制外的 體制外的 那現在回到體制內的 所以我們非常的 重視那個老師的 一舉一動 因為他在輔導他這個過程 回來嘛 因為體制外的都是很 很野蠻的嘛 非常野蠻的有沒有 所以 他們很多耶穌沒有了 他回到體制內的 你有定期有月考 期考什麼那些東西 他們體制外的沒有考試耶 他沒有考試耶 他回來他 他有一天回家說 爸爸什麼叫考試耶 我說你 你像小學都不知道 什麼叫考試 這很奇怪耶 那個就是體制外 回到體制內的 所以這個包老師就跟我講 他說何先生 坦白講 家裡 不是講法律的地方 家裡 是講感情的地方 那我就知道 把這個電動管理法 要把它撕爛了嘛 就不要了嘛 但是後來我們繼續跟他請教 我們就說 但是家裡很多這個事情 你講感情啊 這個總是 超過紅線啊 做一些不應該做的啊 什麼什麼什麼 結果他講了一句話 把我嚇一跳 他說 他說 但是 他說他們家也都是用感情 和慢慢說 來管理孩子 喔 他說 不過 我們有一個老一輩的 比如說他說 他先生的祖父 啊 祖父講的 就是法律 所以他整個家裡的秩序啊 是建立在有一個傳威的一個長者 他講出來基本規則 或者如果有人很爭論 他講出來的就是不再爭論 然後再下來 在家裡都講感情 所以說穿的還是 還是 還是以法律為基礎啊 那剛好 我跟我太太住在台北 我們就沒有這樣的結構 對不對 他 他爸爸在楓延 我爸爸在美國 他說 我們只有我們兩個跟孩子 所以我們要 一個基層法律的關係在哪裡 這個就 這個就很頭痛 除非 我們就讓小孩子去 報老師那邊長期住啊 他有那樣的結構啊 所以小孩子需要一點那種結構 一個長者就跟他說 No 不能這樣 Yes 可以這樣 所以 那你說到 美國的家庭情形 那美國的家庭情形 那到底會怎麼樣 啊就像 我的爸爸就是 就是講說什麼可以做 什麼不能作業 嗯 有時候可以討論一部分 但是有一些東西 他就說 不行 啊我現在講到 我發覺一個很糟糕的事情 就是 我爸爸講的所有的那個規則 就是非常嚴厲 在我們家一定要遵守的 大概我將大成人 我大概是沒有一個遵守的 所以 就變成反效果 如果你對那個太嚴厲 也變成一種反效果 那反正現在 全世界都在講愛的教育 所以你知道 現在回來到愛的教育 要怎麼引誘 這個小孩子做正確的事情 這個我想這個也是 美國發展出來的 的基本精神 因為 美國以前也是 就是 脫狂時代 在 脫狂細部的時候 他也是非常嚴厲的 對不對 他對 小孩子的教育也是非常嚴厲的 到現在都變成這種 這種愛的教育 Bueno 你就談到這裡 談到那個美國基本精神 你有沒有聽過 就是前一段時間嘛 前一段時間 不過消息來到我耳朵 可能已經 已經隔了 一兩年 美國有一個 有一個華僑 還是一個台僑 我不知道啊 他就寫出來 有沒有有沒有看那個新聞 他寫出來寫一本書啊 他怎麼養他的孩子啊 有沒有 那他是用那種 像台灣你常常看到嗎 那種高壓式的 就是下課 幾點鐘去練鋼琴 幾點鐘去練小提琴 幾點鐘去 去練那個什麼 什麼橋牌 幾點鐘去這樣這樣這樣 他把這個整個事情寫出來 結果 結果 你知道 在美國他發表這本書以後啊 有人打電話給他說 我要殺你 你虐待孩子 他是這樣反應欸 所以 連那種 那種台灣高壓式的那種 那種教育 在美國人看起來是一種虐待 所以 我曾經 這個也是我 一個很大的一個震撼 我們在 呃 我小孩差不多五年級的時候 也碰過一個 什麼台北 什麼師範大學的什麼 兒童心理系 什麼教授啊 什麼那些 他來學校演講 他就講到啊 台灣很多那個高壓教育 因為他在美國留學嘛 他就講到這個 我們說 我們說 我們說不是有很多人在社會上就 會站出來就會說 如果沒有我爸爸媽媽 絕對不會有我今天啊 就是因為他逼我 就是因為他壓我 我才能今天有這個成就 結果那個心理學的那個教授啊 那個博士啊 他在美國留學好多年 他在台灣在教兒童心理學 他說何先生啊 一百個裡面 那種被逼得成功的兩三個 其他九十幾個就把它毀掉 喔我聽到那句話 我就嚇呆了 他是專門學這個領域啊 他說媽優優不能代表什麼 媽優優是非常特例啊 他說如果是 如果是他請媽優優延長 他會講起來叫他 shut up shut up 你毀掉多少孩子先生 以他的教育背景耶 他有這個講耶 對不對 所以這個也是我們在社會上 我們聽到很多東西 你不知道後面的那個後果 你沒有看到數字 對不對 這個就是 又回到美國基本精神 美國要看數字 所以為什麼 你看報紙上他就說 喔現在哈佛大學 開始研究什麼什麼什麼 中藥 什麼什麼什麼 研究 他就開始研究這些東西 可見中國的東西在美國 開始 受到重視 但是你去那個研究機關以後 你發覺是怎麼樣 他怎麼開始研究 從零開始 因為這些東西沒有數據 沒有累積病例 沒有病例 沒有說我用這個東西 用了多少我治的什麼病啊 什麼這些沒有啊 為什麼 這個華人不重視數據 美國非常重視數據 所以你說什麼什麼 就算是要算命要這些這些 好啊 啊你做那麼多 那你的數據在哪裡 有多少成功的有多少失敗的 你問這些人 沒有一個人回答得出來 他可以在報紙上開專欄 但是他沒有數據 這個我們可能 以美國的精神 全部列為迷信 對不對 所以這個是你接觸到 那些美國人 那些人了解他的那個想法以後 也是要特別留意的 他很重視那種東西 對不對 啊其實 你就 你就收集對不對 我 我自己 我也有收集些數據 我們以前開兒童美語的時候 我自己所收集的數據 我就拿出來用 結果那個小孩子 你看他的臉 他就哭啊 他就哭了 拋回媽媽那邊 告狀 後來我太太跟我講 你很覺得那些東西 不能告訴小孩子啊 我說為什麼這個就是 這個又是美國的一種 大人出事的方式 我就是很簡單嘛 我就看那個孩子啊 我就看他的手嘛 男左女右嘛 我就按照這一套嘛 我說男左女右 我就看他的 我就看他的生命線 我就拉拉拉 我說看到這裡 你看 我說你活不過一百二十歲 哦你看他臉 我活不過一百二十歲 啊他的姊姊我就拉拉拉 你活不過一百五十歲 哦哼 哦我比弟弟晚一點 但是我們都死了 我說全部都沒有辦法活過150歲 喔 他跑回媽媽那邊去了 訴苦啊 那你看 我很簡單的拿一些數據出來 如果我跟美國小孩子說這個 我想什麼反應都沒有 中國小朋友是怎麼樣 完全沒有看數據 我隨便講這樣的話 他就很不高興 欸很奇怪 對不對 這個真的很奇怪 所以有時候我碰到那個小孩子 他跟我講什麼 我隨便跟他反駁 我說 這個也是美國式的幽默 我就 他說 欸 小朋友說 你 好像很胖 我說其實不對 其實我不胖 你有沒有看 醫院有那個圖表 有沒有 身高體重 它不是有個標準嗎 對照嗎 小朋友說 有 我有看到 說對 那就對了 你看 我並不胖 只是我太矮了一點 按照我的體重 我應該差不多 279公分高就可以了 小朋友說 喔 那你要加油喔 你要加油啊 你看 我覺得他們思考有一點問題 是不是老師的教學 是不是沒有給他們 很靈巧的那個 你問他們很簡單的事情 他都不知道欸 對不對 就像我來到 我在台北也是 我碰到那個小朋友 我說 這幾天刮風下雨啊 然後 然後 其實聽起來 小偷也很多 所以我不小心 在桃園 我下一次洗了幾個內褲 我就掛在那裡 隔一個禮拜 我就去看 你知道發生什麼事嗎 小朋友說 喔 我不知道欸 我說都乾了 洗好都乾了 掛在那一個禮拜當然乾了 他就瞪我 就是 你做一個事情 一定有一個結果 那你很容易給他拉拉拉拉拉到旁邊去 他完全忘記一個正常的一個流程嘛 對不對 啊這個 美國小孩子我覺得比較有多這一方面的訓練 有正有負 老師問一個問題 你要分析這個問題到底是怎麼樣 對不對 就像我問那個小朋友 我想是不是問他們就是說 三個房間 你一定要進去 因為你做錯的事情 老師規定 他帶你到一個很大的一個一個場所 然後有三個門 你就是要選一個然後你 進去要住好幾天 你不能出來 這個是你懲罰 第一個房間 第一個房間我告訴你 裡面都是玻璃碎片 沒有一塊不是玻璃碎片 而且那個很深不能說 就隨便撥一撥就撥開那個 堆得很深 還有一些鐵塊都是非常利的 而且你不能穿鞋子 你這三個房間進去不能穿鞋子 就是你第一個房間你要不要進去 小朋友說喔不要不要 第二個房間 其實裡面都是水 然後有那個 毒蛇 還有鱷魚啊 那個鱷魚還有 還有那個毒的植物啊 那你要不要進去那個房間 喔不要不要 好 第三個選擇 這個房間 四隻老虎 五隻獅子 都在那裡 他們 三個多月沒有吃東西 好那 你哪一個房間要進去 喔小孩子都嚇呆了 我都不要進去 你不要強迫我進去 我說一定要進去 你選一個 我不能選 我不能選 我說那很簡單啊 我進入第三個 他說為什麼要進入第三個 獅子老虎把你吃掉 我說我講過了他三個月沒有吃過東西 獅子老虎三個月不吃東西都死光了 而他們才慢慢開始思考 你看沒有思考 沒有培養那個思考能力耶 你要培養思考能力耶 這個也是 美國你看 促使 那個小朋友在教育中也是要做的事情 就是要怎麼樣看事情 培養那個思考能力耶 所以 甚至於 美國的那個大人物在台上講什麼東西 很多人在下面 都會懷疑對不對 因為他從小 就是有被培養 這個思考能力和 挑戰 挑戰的那個能力對不對 和 繳矛盾 他要繳矛盾 你前面說什麼你後面說什麼 對不對 是不是有矛盾 這個是他基本的一些訓練 所以這個也是 是不是將來台灣台灣那個教育就是 就是要往這一方面 因為 我 我對這個 我特別有感觸 我記得以前在很早很早的時候 我 我有個台灣的有個女朋友 他還在讀什麼 什麼高中 還有什麼 夜校 還是什麼 他這樣不是大學 他在讀什麼高中 夜校 哇 哇 帶回來他的課本 帶回來他的課本給我看 哇他們英文的東西很多 英文的東西非常多 他的英文也不行啊 隨便聊天他都不會啊 他們這麼多 然後 他的單字 他要學那個單字 我一看 也絕對不是小孩子小學的那種單字 絕對是高一層的 高一兩層的 哇 我說這個你很 你很 要 要考試啊 這個是什麼意思 這個是什麼意思 這個你一定很吃力 那個整本書啊 當晚我翻啊 要我考啊 但我考個九十七八分應該沒問題啊 但是問題是我怎麼把我頭腦的東西轉給他呢 這個我就沒辦法 我怎麼轉給他呢 那我就是想這個問題的時候 在旁邊在寫什麼 什麼那個中文的文章啊 啊我就請教他幾個字 那我就發覺 他每一個字會寫 但是 他沒有辦法 告訴我 為什麼這樣寫 他沒有辦法把他的腦袋掛裡面的東西 給我 所以我就 我最會 就問說 啊這個字有沒有人字旁 啊這個字有沒有什麼什麼 他說跟人有關係就有人字旁 我說有嗎 啊我剛好這個筆記本有很多跟人有關係的沒有人字旁 你怎麼解釋 對他來說是 好像他沒有做過這個分析 我們以前在 師範大學 國語中心學中文的時候我們 每天在 收集那個 跟鐵有關係的那個沒有金字旁 跟人有關係沒有人字旁 那個很多耶 啊你問一個台灣人你問一個中國人 對他們來說 眼睛這麼大大的 他自己的語言他沒有下去分析耶 所以對我來說 中國要把簡化 把那些旁什麼都去掉 我是拍手贊成 因為那個不符合邏輯嘛 那個沒有邏輯耶 對外國人來說是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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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角色嘛 但是語文我覺得說是一個溝通工具對不對 越簡單越好啊 但是我們是經過分析才來到 這樣子的結論 很多台灣人會 就像現在 馬政府不是表示什麼要在美國開什麼 台灣的什麼 台灣的什麼教育機構學校要推廣什麼簡體制這些 這個不可能成功耶 因為中國錢比你多耶 對不對 啊你要用那個繁體制來寫書法 寫的那些 筆記本裡面還不是簡體制 都是簡體制 連他自己的名字都寫簡體制啊 你 你給我看哪一個人姓蕭的 沒有寫簡體制 我沒噴過每一個都寫簡體耶 對不對 連 瘤啊 帽子刀瘤都在寫簡體制 自己的姓耶 那 然後 可以站在台上 我們要用繁體字 哇你看 臉都不會紅耶 美國人不能做這種事耶 那就等於 等於一個美國人說 我從來不再寫索寫 是不是他們一樣嘛 就是現在是8月嘛 我每次一定要寫AUGUSD AUGUSD 我不能寫AUG點 是不是 但是你看我的筆記本裡面都是AUG點 AUG點 我現在在台上所不能這樣做 這個現象我觀察 30年耶 沒有人覺得奇怪 我作為美國人我覺得奇怪 我想買一久的筆記本你拿過來給我看 我跟你打賭 我跟你打賭他裡面有簡體字 我跟你打賭 如果沒有的話 我把這包維生紙吃掉 對不對 我不相信 我跟你講 梁思秋啊 梁思秋偉大的學者 以前我們在聯合報啊 早年在聯合報 我在聯合報寫專欄 我常常去復勘族啊 跟他們聊天 他說 梁思秋的稿子有簡體字有錯別字啊 偉大的學者 他也沒有辦法搞百分之百清楚耶 他跟我講過了 但是登出來的時候都是 當我編輯給他改正啊 所以不必騙人啊 不必騙人這個 我們 心裡有數啊 對不對 就像 同樣的 就是 所以就是說這個跟美國基本關係有沒有關係 有很大的關係 我 耿直的 我就是 我該做的我做嘛 我該做 而且我該說的我做 但是我不要說一套做一套嘛 馬英九又講說 一中各表 一中各表好 你去南京 你租一個辦公室 你升一個ROC國旗給我看 沒有做 那停止你的一中各表 不存在嘛 沒有這回事嘛 而且你現在你那個連你那個 你那個貪圖車飛機上的那個磁輪都拿掉 那一中各表在哪裡 沒有啊 完全沒有啊 所以 所以 這個又是這個 東方人的文化跟西方人的文化差很多 我們 不要這個 這個有一點像那個 國王穿新衣對不對 每一個人就 那個老一輩的每一個人在那 喔好漂亮 喔好美呀 哇真是好的布料 啊只有一個小孩子敢說 媽媽我看到他的屁股啊 只有一個小孩子敢說 根本沒有穿衣服嘛 只有小孩子 小孩子比較 直接啊 小孩子比較直接啊 所以我剛來台灣的時候 我的那個 房東啊 我在家裡有時候在家裡看書 他說你不要在這裡看書啊 你去巷子裡面跟那個小孩子玩啊 我說什麼 他說你去巷子裡面跟那個小孩子玩 那個時候沒有電動沒有什麼 小孩子在那裡還在玩彈珠啊什麼的 他說你去跟他們玩 他會教你很多東西 而且他對你不客氣 你講什麼 聽不懂就是聽不懂啊 他不會跟你很客氣 有時候我就 我就按照他這個 我就去跟那個小孩子玩一玩 跟他們打成一片 我就聽他們怎麼表達一些東西 我就學他們的那種表達方式 確實 對學習語文很有幫助耶 很有幫助 然後他會給你糾正 還是他會說 你講什麼我 聽不懂 那你就知道 這樣沒有表達的正確 沒有表達的得體 那我要怎麼說 這樣很有幫助耶 所以我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房東對我 對我有這樣的一個姿勢也不錯 對不對 所以 他 他當然也會 他會看到 這個美國人做事情不 不一樣 美國人做事情不一樣 那另外 你 這個美國人來住 我強強跟我 我強強跟我太太也是這樣講 我說 你不要生氣對不對 每次 美國人生氣 他們這個 中國人或是台灣人 他有一張紙寫在 牆壁上就說什麼不要生氣 然後什麼什麼寫很多 但是每一次 他們生氣的時候 我如果指那一張 哇他差不多要打我耶 奇怪 他要打我 我不知道為什麼 這個是不是雙重標準 我還在衡量耶 但是 我覺得說 我跟他講 我說 做錯了什麼事情 你就 你就講一講 新品契合的 講一講 這樣我再注意一下 就好了 他說問題是 我已經講了30年耶 啊 我說那我還沒有習慣嗎 還沒有改過來對不對 就就像 美國人 美國人很多事情 我們都有一些說法嘛 啊美國人一個說法就是 反正 什麼複雜的 什麼要 研算的 什麼要 考慮的 什麼這些東西 早上 他還沒有喝第一杯咖啡以前 你都不要講 因為他頭腦還沒有開始運作耶 所以 台灣 沒有這個習慣啊 這個沒有學到這個美國的基本精神 喔 早上一起來 坐在帆桌上 太太就開始講 昨天兒子說什麼什麼 那你覺得應該怎麼辦 還有鄰居那個 薛太太說 他 他要跳樓 那你覺得我們應該怎麼處理 哎呦 什麼什麼 啊另外他的女兒說要自殺了 啊 你覺得怎麼樣 那我們是不是應該去扶導他們 啊怎麼樣 喔講一大堆 喔我坐在那 喔他一看我的腳 你又沒有穿拖鞋 對不對 啊你是不是可以先數個頭髮再 坐下來 喔自己摸一摸 喔 還沒有數 欸 講一大堆 就是在那 我頭腦都還沒有開始運作 所以 台灣人就說 那個腿 秋筋 譬如說喔我腿秋筋 啊美國不是這樣講 我腿睡覺 所以 他就說啊我們去公園走一走 我說對不起我的腿在睡覺 他到現在都聽不懂耶 我覺得這個很容易懂耶 為什麼不能 所以這個 將來如果美軍在這裡更多更多你看 你有多少 你有多少事情要要溝通 你要教他們怎麼樣用筷子 還有 有沒有看美國人去接電話 美國人接電話他什麼接他在吃飯用筷子 電話一來了喔我要接電話 這個玩一放筷子一插退 就去接電話 啊那很多華人就說哎喲 你筷子不能這樣放耶 那你看你要你要教他們他不知道耶 還有但是反過來美國人也很 很不習慣 他這個菜吃到 每一盤剩三分之一 他去接個電話 他回來的時候 這個服務小姐一定都收走了 那個美國人說我還沒有吃完 蛤你還沒吃完啊 因為你看美國人的那種 愛地球的那種那種精神喔 他是覺得說 五盡其用還有我食物 我叫多少我吃多少 他是這樣想耶 哇你知道這個 這個華人的世界就完全不是這樣 他一定要叫的過多 過多 然後剩很多他才覺得什麼 很有面子 在美國人看起來那是浪費 地球資源耶 不是光說你買得起買不起的問題 不是這樣 浪費 地球資源 那我看起來去年去那個 什麼昆明啊什麼 山果莉拉什麼那些 他們 他說每餐 都是 高級宴會 然後大概十個人或是十二個人一桌 菜堆得滿滿的 你就是這十個人好兩天沒吃 我跟你講你吃不完 就是這樣 那有的時候 他說也有他們團員就說 哎呀每天吃醬沒意思嘛 哎那邊有麥當勞我們去吃嘛 集體離席 一個東西都沒有吃 那個整桌 所有的那個好菜 全部到 到時候全部丟掉 哇 美國人看到這個會覺得 好可怕 好可怕 那 那 我太太說在德國現在 他們也有那種 食物什麼浪費罰 連美國人聽的都嚇一跳 就是 你叫多少你吃多少 你剩的這些不可以 不可以剩 要不然你帶走 那那個台灣的觀光客就說 反正我去旅館我也沒地方放 我不要帶走嘛 他說那好我叫警察 他就叫警察 每個人好像發五十塊美金 我太太跟我講這個故事啊 因為他很多團體他 他每天去公園聽 什麼消息都有啊 太太在公園什麼消息都有啊 要知道民進黨什麼時候遊行啊 國民黨 現在可以 坐那個遊覽車到哪裡去參觀 然後給你多少錢 民政府又談到哪裡去 公園什麼消息都有 所以這個消息也有 就是什麼團體去海外 去哪裡比較好玩 但是最近從 回來 大家從巴黎回來 大家從哪裡回來 從德國回來 很意外的消息就是這些這些 哇我太太什麼消息都有 對不對 他每天跟我講這些 所以 連我都不知道 我以為去德國沒那麼嚴重 所以你看那個歐洲人 我本來就是德國協同嘛 那個歐洲人比美國還 還重視 那個浪費 所以將來 這個也是台灣 走到美國官方下的一個 一個一個 一個 衝擊耶 我想 基本上 美國人不同意浪費食物耶 對不對 所以 將來那你說 我們有我們的風俗習慣 對你有你的風俗習慣 問題是別人 有他的思考邏輯 他要跟你討論 why 對不對 他有跟你討論 why嘛 對不對 就像說 我們早年 我們去花蓮 早年花蓮有一個老先生他住在海邊 那邊吃樹的 然後他是整天就在那裡 主要是下午都靜坐什麼的 我太太就說你頭腦有問題你要去那邊住 你住幾天再說啊 所以當然 太太命令我也沒辦法 我就跑去那邊住啊 那個是一個 那個人是 好像是 香港還是澳門人嘛 我就去那邊 然後我 我住在那邊 啊 他就跟我們介紹 他說這裡 我 只有一個水管 因為我強調原始生活 但是我不能說完全沒水 那個海水 也不能說平常來 但是我只有一個水管 那另外呢 就是 他收集一些雨水還是什麼樣 啊雨水夠了就是那邊 有一些蟲樹 那個後面 是洗澡的地方 就是好像是 五點到幾點是男的洗澡 幾點到幾點是女的洗澡 那我 我覺得好不好在 在大自然裡面洗 這個就是 他們當地的風俗習慣 那問題是我覺得好不好 不是關鍵對不對 問題是他就是這樣做嘛 所以我跟他討論 那當然他的理由是 我不蓋一個屋子 因為我不要破壞自然嘛 我這裡是強調自然生活 最多 我會 堆一些石頭 但是目前沒有空堆那麼多啊 所以就是在 這些 植物後面洗澡嘛 然後 我就是收集到那個雨水 就是完全自然的方式嘛 所以 就算我美國人一輩子沒有這樣洗過 但是我能跟他 抗辯什麼也不行啊 我必須尊重他的 因為他講 他的理由出來呀 那當然這個也是美國人的基本 基本 想法 你講一套道理出來呀 好那我 我就可以 接受嘛 對不對 這個也是 尊重來自這裡呀 你講一套道理出來嘛 我聽聽看嘛 那 後來那邊 我們就是等於 有點像天體營在 在洗澡以後 那好像 後來我跟我兒子也去 他 但他在告狀他說那個 那些女的都會 偷偷的 跑過去看男的洗澡 都會 都會有這個毛病 成年人比較不會這樣 那小孩子都喜歡偷偷的去說 喔我剛好要去海邊玩 我不小心看到了 有沒有 但會很賴皮 所以我兒子從小就說 台灣的女性都很賴皮 非常的賴皮 對不對 他這個故事講不完 我想 美國的那個 美國的那個基本想法 其實我 我坦白告訴你 我可以記得 我來台灣以前的感覺 跟後來我今天所了解的事情 我媽媽 在他家是 獨生女 沒有 姐妹沒有兄弟 他爸爸媽媽在那邊 我來台灣以後 我才 受到這裡人的 的這個 教育 或是受到這裡人的 的教導 我才 開始感覺說我 我媽媽的這種家庭結構 是很有問題的 我從來沒有想過 我在美國從來沒有想過 第一他家裡沒有男的 第二他就是一個女的 我從來沒有想 這個家庭有什麼問題 但是 來到台灣以後 他說 那你這家的煙火要怎麼延續 我說什麼煙火 我不知道什麼煙火 美國人沒有那個觀念 沒有那個觀念 他就是 就是這個地球這樣 他沒有 他沒有那個觀念 所以同樣的你碰到 美國人你在講這個 這個可能真的有一些 有一些不一樣的 這個觀念 美國的 基本上是那個基督教出發的 所以 所以 前面這一個小時 我就講 最後我就講這一則 就是實際上發生的 也是跟剛剛講這個故事有關 一批外國人他就早年他去台樹嘛 台樹然後他們在談什麼合作什麼 王董事長就接見他們 然後在那個很大的會議廳 有他爸爸的照片 那個外國人就說 哇 非常了不起 你爸爸能創造這麼大的一個事業 留下來給你 你又把它經營得這麼好 哇 這個王永青說 對不起啊 我爸爸跟我這個事業沒有關係啊 這是我一手 辦理的 我一直帶上來 我爸爸就是一個農夫而已 那個外國人就覺得很奇怪 奇怪 那為什麼你 董事長開會的地方怎麼會有你爸爸的照片 在牆壁上你 他跟這個公司什麼關係啊 你又說他是農夫耶 王永青說 我就是想啊 如果沒有 沒有他 那就沒有我啊 但是那個外國人就說 那沒有你的祖父也沒有你爸爸 沒有你祖父的爸爸也沒有你祖父啊 這個要 這個要怎麼怎麼講啊 所以 這個道理是什麼你去 西方人開的有的會議廳他會有耶穌基督 的一個照片在這裡那大概就是 一曲同工吧 他就覺得所有生命來源大概就是 耶穌基督 他可能有這個想法 所有生命來源就歸到 耶穌基督 這個是一個說法 但是對於這個 對於這個 就是光 這個也是美國的基本精神 個人 公司 是兩回事 分開的 是完全分開的 不是 相提並論 所以 這個你跟西方人接觸的時候 你 你也要留意 對不對 OK 所以我們前面我們第一個小時先講到這裡 然後 休息十分鐘我們在 還後面還有 還有一個小時 好謝謝各位 我也是 再見 謝謝你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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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感谢观看